金龙 我觉得金龙的字还蛮可爱的 我有一个特别的写法 金龙的写法 习惯把笔躺下来 古代都说躺着 一般笔笔小孩这样 躺着 因为躺着有个好处 它笔可以铺开 而且横画 放着的时候 因为你侧锋多 侧锋多当然会觉得奇怪 有什么旁边毛毛的 侧锋多 然后撇的话 按着测测测测测 这个笔的角度 在横画的时候比较偏这样子写 偏这个时候偏这个角度 我原则上大概就是 大概呈现行径方向的90度在运笔 这个方向 所以我这个90度 然后运笔 那细瘦当然就是细细瘦 稍微动一下 那你是往这个 你是往这个方向 所以是逆的这个方向 然后呈现大概是90度 稍微带起来 就像那个隶书愿尾 一样 你现在往这边走 所以你是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方向 我的做法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还蛮好写的 其实有点像画POP 扁扁的 那中间就是那个 剩下写字韵味的问题 韵味就在线条的质感 如果让它保持一个韵味 因为做怪多了 抖习惯了以后 它的方式如果一样 看起来就有点公式 那你要抖的有点不太一样 不要每个都 都一抖两抖三抖 大家一抖两抖 有时候看起来有点抖 有时候看起来不太抖 有时候就是那个线条质感 不太一样 这样人家会觉得 这样比较有变化 苏果还是讲求变化 不能太要公式化 好 好